航空公司现在生意普遍都不好 这个我怀疑是东航 现在东方航公司可能是最差的吧 三大航国航东航和南航 但是国航和南航也好不到哪去 谁知道呢 我猜是东航啊 因为东航不是前年吧 在广西腾县有一个空难吗 是吧 现在已经拖欠五个月工资了 哎呦 航空公司那是我们羡慕的对象啊 羡慕嫉妒恨呀 那是神一样的存在呀 对吧 那空姐那漂亮 是吧 那个那个飞行员那叫一个潇洒 对不对 多位飞行员写联名信集体讨薪了 为了解决公司长期拖欠薪酬的诉求 尊敬的领刀 猫猫 由于公司这四年来并没有改善欠薪问题 已经四年了 跟疫情有很大的关系呀 谁让你们把病毒扩散到全世界呢 这就是一尊造成的呀 中国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呀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笨 还是蠢 还是坏 对吧 反而导致欠薪的金额越积越多呀 包括长达16个月的小时费 5个月的基本工资 一年多的保险 以及三年的住房公积金 哎呦 那可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估计最后都还不起了 那最后这公司也许就破产倒闭了吧 那就清算 注销 走程序 是吧 连马卫都 是吧 玩文物的官赋博物馆都 开除了80多个人了 辞退了 我们提出以下的诉求 第一 成立专门小组 负责补发拖欠的薪酬 明确责任 并制定具体的发放计划 第二 清算所有拖欠的薪酬金额 并以详细的薪酬条形式 发放给每位员工 第三 制定详细的补齐薪酬方案 包括资金来源和具体补发方式 可接受的方案 在7月10日前 发放四个月的小时费 并从7月开始 每月补发两个月的薪酬 确保在2024年底之前 全部补齐 薪酬和无险一金 若未能及时补发薪酬 第四 按银行存款利率 进行适当补偿 第五 若公司无法解决 拖欠员工工资和无险一金问题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保障自己的权益 包括但不限于逐级向上反应 那就是上访呗 最后还附上了飞行员的签名 你看 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吧 四五十个飞行员 能闹到这个地步 说明目前的欠薪的状况 已经让飞行员忍无可忍了 实事求是的说 在长期欠薪的大背景下 员工的状态而言 这家航空公司安全运营的水平 不得不令人担忧啊 航空公司啊 那一架飞机上几百人 上百人的乘客 加上那架飞机本身也很昂贵啊 万一想不开 对不对啊 东航那个哥们不就自杀吗 那飞行员 投资失败 是吧 然后又被打压 原来是云南航空被强制合并之后被打压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据了解 这家航司近期又被动退租了一架波音 另外加上某机型的冒烟事件 某机型冒烟啊 波音飞机前一段也造假呀 他们那个CEO都给叫到美国国会 是吧 给一通臭骂呀 被质询呀 对吧 他拿的钱可不少 一年三千多万美金呀 是吧 隐瞒了很多安全隐患呀 波音公司啊 导致某机型全部停飞 现在应该就三架飞机了 每天只有十多个航班了 哎呀 这公司也快完蛋了 错过鼠运就挣不到钱了 更没钱开支了 还有供应商的钱 这都是负面的 负面循环吧 恶性循环呀 澳大利亚集团防止化学武器扩散 政府间非正式组织 澳大利亚军队回防澳洲 二战中澳大利亚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 将澳在北非中东作战的主力调回澳洲 防御日军的侵略 在澳英关系中书写了第一个重要的no 1942年2月17日 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向邱吉尔正式提出 将原定由中东调往和属东印度 也就是今天的印尼的两个师的澳军改调回澳 加强当时已成为盟军对日作战基地的澳大利亚 并要求将在中东作战的另一个师的澳军 也在晚些时候调回澳大利亚 丘吉尔则致电柯廷 要求将正在运往太平洋的澳军的一个师 调往缅甸 遭到柯廷的拒绝 柯廷还力促新西兰总理 将在北非的新西兰军队一个师调回 与澳大利亚共建抗击日军的澳新联合阵线 航空公司有时候还用什么空警 什么什么招聘 什么培训也骗人 有的那种假的培训公司 航空公司也是空架子了 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国际航行啊 是吧国际航线然后国内航线 随着中国的外交的孤立 穷兵独武 是吧经济也衰退 这个航空公司必然也走向衰败 甚至最后就破产 这个不新鲜 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政策白皮书 澳大利亚外交机构 1901年澳大利亚建国时即设立了对外事务部 实际上是兼任该部部长的澳大利亚总理 处理与英国及太平洋岛屿事务的秘书处 1911年澳大利亚成立总理事务部 对外事务部部长仍由总理兼任 1935年对外事务部与总理事务部分开 但澳大利亚与英国以外国家的关系 仍由英国来处理 1909年澳大利亚开始派高级专员驻英 1940年派公使驻美 为首次派使节至英国以外的国家 澳大利亚不是英联邦的自治领吗 1970年对外事务部改名为外交部 1987年与贸易部合并为外交贸易部 首席部长为外交部长 其余两名分管对外援助和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澳大利亚的秘密情报局也由外交贸易部部长领导 澳大利亚现在在90年代有49个大使馆 24个高专公署驻英联邦国家 5个驻联合国的使团 7个外贸部外交贸易部直接管理的领馆 29个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管理的领馆和办事处 上海广州香港 澳大利亚外交四原则 澳大利亚协助英国镇压马来亚人民起义 你也可以说是暴乱 对吧 这都是共产党的口吻 澳大利亚与朝鲜断交了 74年与朝鲜建交 澳大利亚与韩国互访 和中国的关系吧 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红色中国 92年起 中国的副总理朱镕基 钱其琛 邹家华 人大常委会乔石 田继云 王光英 王炳前 先后访傲 王炳前原来是财政部部长 王光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舅哥 王光美的哥哥 田继云是山东的 田继云跟赵紫阳关系走得近 邹家华是叶建英元帅的女婿 澳大利亚领导人访华 惠特拉姆 惠特拉姆那会见过毛泽东 弗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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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登 霍克 斯蒂芬 基庭 霍华德 霍华德 澳大利亚允许英国在澳大利亚试验原子弹及核武器 西澳和南澳进行了12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澳法南极环境保护马德里议定书 反对着南极采矿 澳新条约 堪培拉条约 这两国关系比较特殊 也挨着 表兄弟 堂兄弟 澳新军团日 一战 在英国这边 澳大利亚死亡 死伤2万 新西兰5000 有澳新军团日 4月25日 每年4月25 澳新马防务协调组织 ANZAM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马来亚 澳新美 理事会 澳新美条约 澳大利亚和印尼地温海峡合作 条约 澳大利亚 印尼对地温海大陆加的主权归属 有争议 共同开发 澳巴桑桥 澳鲁塞贡 澳鲁塞贡 澳巴桑桥 尼日利亚军政府领导人 澳巴桑 访英代表团 澳巴桑王国是尼尔和三角洲最大的棕旅游的贸易中心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 拒不接见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使团 法国政府在维达协议后 于1891年派出的澳大利亚少校为首的使团 向达和美 贝宁 赠送礼物 实地考察达和美地形和军力 使团包括海军 海军驻战队和海军炮火部队的人员 等于是一帮特务 是吧 外交官其实很多都是特务 澳德尼斯河边界地区问题 边界问题 二战后波兰和德国的边界问题 1945年8月 波斯坦会议议定书中说 三国美英苏政府首脑同意 在波兰的西部边界最后划定前 以前德国的以前德国的东部领土 即自史温曼德 今天叫西维诺 乌伊西切 以西的波罗的海 沿奥德河至尼斯河西段汇流处 再沿西尼斯河至杰克斯罗伐克边界 包括经本会议决定不归苏联管辖的一部分东普鲁市 那就是给了波兰了 和以前的旦泽自由市 今天叫格旦斯克 均由波兰政府管辖 这一地区应不得视为苏联 在德占领区的一部分 波德边界的最后划定 留待对俄合约解决 波兰必须在亚尔塔会议中说 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 获得广大的领土的让语 因为东边波兰的领土被苏联人抢走了 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 最后就从德国这边 是吧 给得到补偿了 德国那就彻底吃亏了 谁让你那个啥呢 是吧 你是战败国呢 你侵略呢 达维兹就是达乌德 就是戴维 奥德松 冰岛的总理 冰岛是个小国 特别小 好像都没有铁路 就一个岛 奥地利大公国的外交